高低频磨皮它的磨皮速度非常快 在磨皮之后也能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那例如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图像 在我对它做修图处理之后 就可以把它给处理为这样的一个状态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那这是我在处理之前的 这是处理之后的 效果还是不错的 到底是如何处理出来的 带着大家一点一点来操作 我把这一个图层给删掉 在我拿到它的背景原片之后 直接Ctrl加J复制出一个图层 然后再次执行Ctrl加J 连续复制出两个图层 把下面这一个图层做一个命名 命名为低频 那上面这一个图层呢 给它命名为高频 命名完成之后 取消显示高频层 选中这一个低频层 我对这一个图层去执行 滤镜 下方找到模糊 找到Gauss模糊 从左向右拖动半径滑块 你会发现在我拖动的时候呢 然后我皮肤这里 再变得逐渐模糊 那直到它的五官比较模糊 我看的不是很清晰 又能够看清这样一个状态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呢 打开着一个高频层 对这一个图层去执行图像 下方找到应用图像 那这里的图层啊 就选择为我第一次复制出来的低频层 混合模式呢 选择为减去 缩放值 设置为2 补偿值呢 设置为128 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这两个数字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那把这一个图层 它的混合模式 更改为线性光 这样呢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在处理之前的 这是处理之后的 你会发现 貌似没有什么变化 对不对 其实它就是没有变化的 我只是对着一个图像 做了分频的处理 用高频 记录了皮肤的细节 用低频 再去处理皮肤的光影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只需要去选中 低频的这一个图层 Ctrl加J 复制出一个图层 对复制的这一个图层呢 继续去执行 滤镜 下方找到模糊 找到高丝模糊 仍旧是从左向右 增大半径的数值啊 你会发现在我这一次 拖动滑块的时候 人物的皮肤 是不是会变得比较光滑 比较柔和呀 它的光影就变平滑了 而且呢 由于高频在这里 皮肤的细节也是存在的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那给这一个图层 去添加一个黑蒙版 在黑蒙版里面 使用白色的画笔啊 直接涂抹人物的皮肤 这样呢 在我涂抹的时候 人物皮肤这里 它光影就会变光滑 变柔和 那这就是高低皮 磨皮 在涂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只需要涂抹人物皮肤这里 光影不柔和的部位 它的五官不要去涂抹啊 一旦你涂抹了它的五官 那人物五官这里 就会被我们模糊掉 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 一会儿大家来看一下 前后对比的效果 它鼻子这里呢 光影过度也不怎么柔和 那我可以略微降低一点点 它的不透明度啊 然后在这里 简单的擦几笔就可以了 那OK 我就简单给大家处理到 这样的一个状态 此时呢 大家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在处理之前的 它脸部光影不柔和 这是我在处理之后的 脸部光影变得柔和了 那这一个图像 我还可以对它做一些 调色的处理 在这一个图层的上面 直接给它添加一个 颜色插照的调整图层 找到一个暖色的LUT文件 这样调色 是不是就出来了 可以把它的不透明度 降低一些啊 这样呢 色调调整就完成了 来看一下总计前后的 对比效果 这是我在处理之前的 那这是处理之后的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一个视频呢 我就简单和大家分享 那么多 如果你想系统学习PS的话 就可以点击视频 左下方的播放列表 在播放列表里面呢 就是我的PS 灵机处造精通的课程 课程内容非常全面啊 PS里面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命令 是全部讲解的 里面呢 有很多的案例 人像的修图 摄影的调色 都有讲解 那灵机处就可以帮你 快速学会PS 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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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